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俄羅斯的僱傭兵瓦格納集團 在帕克穆特打贏烏軍 究竟為什麼他們可以以小勝當呢? 另外,德國西門鎮總裁有一段說很有心意 他說像中國一樣能夠將他們推向更高水平的客人 你去哪裡找呢? 美國推動盟友限制中國企業的投資 相信這個疫情已經在G7 即是七大工業局的峰會上初步進行討論 但盟友意見不一,相信德國和法國的反對聲音最大 有趣的是,在G7峰會之後 就觸發了一波G7大協的喊話潮 他們都是說不能夠放棄中國市場 否則西方大公司本身也沒有生路 美國身邊巨頭英偉達 日本松下電器德國西門鎮的首腦都站出來說話了 我那個西門鎮說的話都挺有意思的 據英國金融時報5月24日的報導 西門鎮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傅樂仁 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說 西門鎮不但不會退出中國 他更加誓言將它捍衛並一進一步 擴大西門鎮建中國市場份額 傅樂仁告訴金融時報 對西門鎮來說 退出佔公司營收13%的中國市場 並沒有這種選擇 他說西門鎮將它捍衛中國市場份額 可以的話還會擴大它 他之後還反問記者 我們去哪裡可以找到一個 可以令我們的創新水平 更上一層樓的客戶呢 他們的要求很高 而且不斷地尋求新技術 在很多情況下 只有中國才有這種要求 傅樂仁說 如今高科技製造業 在中國的發展移情上面 佔據著重要地位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正在去工業化 隨著工廠的技術越來越先進 中國的工業將能夠以一種不同形式的方式出現 去捍衛自己的價值 他說中國顯然已經提上了日程 要做好自己的高科技製造工作 據金融時報的介紹 西門鎮公司擁有31萬1千個員工 過去幾年之間 已經從一間專注生產洗衣機等產品的工業集團 轉型為一間專注於開發工業用數字工具的科技公司 同時中國市場對西門鎮的數字工業部門來講 尤為重要 去年10月 西門鎮計劃中一部擴大它在中國的業務 在工業軟件和工廠自動化領域 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數字產業方面 它們終於更加專注開發中國市場 為此 西門鎮專門成立了一個 美國明明馬可波羅的特別項目 目的是 在中國建成西門鎮數字工業部門 在德國之外的第二個總部 歐盟過去 向美國提出所謂去風險 和減少對華依賴等等議題 引起德國商業界的普遍質疑 富樂仁是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主席 早在2021年10月 富樂仁已經警告德國外長貝爾柏克 不要對中國採取對抗性的外交政策 呼籲要與中國相互尊重 去年11月 富樂仁在一次採訪中重申 西門鎮將他維持對華投資 並且說如果多元化 是意味著減少中國的業務 而不是增加中國業務的話 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到了今年1月 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就發表聲明明確反對所謂對華脫勾 他們的聲明強調 堅持並鞏固德中貿易關係 依然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 德國政府不應偏面追求美國提出的所謂有岸外包 即是只是與價值觀相近的盟友做生意 與此同時 降數據也顯示 德國商界不跟政客的指揮棒行事 德國與中國的直接投資仍然在上升 據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儲發表的報告 直至2002年年底 中國連續7年成為德國全球最大的貿易夥伴 今年一季度德國對華的投資飛速增長 今年頭一季德國來華投資增加了60.8% 總結新聞紙公司主席富樂仁的說話 中國不單是一個龐大的市場 而且是一個要求很高的市場 因為中國要求高品質的東西 像中國那樣能夠令新聞紙 一方面賺到錢 一方面將它們推向更高水平的客戶 其他地方根本是找不到 另外想講講俄斯僱傭兵瓦格納 憑什麼可以異小勝多 瓦格納集團創始人普利哥津 近日宣佈他們攻下烏東重要戰略根據地巴赫穆特 提到普利哥津接受攻佔巴赫穆特之後的首次採訪 他說的一些數據和觀點很有意思 他說他們的瓦格納集團 從頭到尾起巴赫穆特都是異小打多 最多的時候 他們的瓦格格都只有5萬人 而俄羅斯政府軍 在巴赫穆特只是支援 沒有直接參戰 而瓦格納方面 他們長期有超過8萬士兵 在巴赫穆特作戰 所以 烏軍人數 遠比他們多 普利哥津說 巴赫穆特打了200多天的戰鬥 他們的瓦格納集團死了大約是2萬人 傷了2萬人 總共傷亡4萬人 而普利哥津方面 就是5萬人死亡 超過7萬人受傷 合共傷亡12萬人 當然 這只是普利哥津單方面提供的數字 只能做一個參考 但各方面的訊息都顯示 烏軍死亡的人數比俄方多很多 而瓦格納的戰術打法 很值得研究 孫子兵法有魂 謀攻者 十則為之 五則攻之 意思是進攻的一方 應該在兵力 有明顯優勢的情況下 才選擇主動作戰 但馬格納 匆匆地 請了幾萬個囚犯 加一些退役軍人 就上戰場了 他們是領人工打仗 幾乎都是輕步兵 他們怎麼可以做到 以小勝多呢 普利哥津本人 當然是一個狠人 他提出的打法 也很有意思的 巴赫穆特之戰期間 大量的軍事專家 初時都說 阿格納古龍兵 巴赫穆特的打法 異常復古 簡單來說 就在今年一月份 阿格納攻克 巴赫穆特北部重鎮 索萊達爾的時候 採用一種一戰時期的戰術 大炮軍員 部隊軍 特飛猛津 短時間之內 攻城拔寨 還有作戰部隊 一日奔襲千里 戰出各種高科技戰術等等 俄軍第一階段 也差不多是這樣打的 也都是大軍挺進的路數 但在短期內 打不低對手之後 結果就後援不計 大量選兵折仗 阿格納 吸收了俄軍的教訓 放棄了裝甲開路 深遠突擊的戰術 改為打 小分隊探路 重炮清場的 步炮戰爭 阿格納這種作戰風格 跟他們是僱傭兵 也有關 他們打仗是為了錢 不是為了外國 要繼續生存 才可以拿到錢 死了 錢都是人家的了 阿格納擅長 用機動靈活的小分隊滲透 一遇敵人接觸 就呼叫重炮攻擊 並不硬衝 而俄羅斯政府軍的重炮 就在側翼 用炮火提供支援 大進攻的巷戰 仍然是由阿格納去做的 他們的滲透小隊 一方面人數少 機動靈活 另一方面 不是靠自身的力量 逐屋爭奪 接觸目的 其實是要脫離接觸 去呼叫支援的炮兵攻擊 自己的傷亡 就比較容易控制 而且俄軍對狂轟炸屋 並沒有心理負擔 一炸一拆 就是一大片絕無遺漏 炮彈師好驚人 而防守的烏軍 為了避免戰線被割裂 自己被孤立 位置上相對靜止而集中 他們一旦 被阿格納的滲透小隊 摸準位置 在重炮猛攻之下 就很難避免 不遭受重大傷亡 巴默特的烏軍防線的重心 是屬於重點觸裏區域 所以俄軍進展非常緩慢 但阿格納步步為行 用打地鼠的方式 最終都將整個巴克穆特 在這條死守的烏軍 一個又一個地消滅 武功阿格納 跟俄斯國防部的矛盾 亦都是真的 不是有敵之計 去到滅十九日的時候 阿格納攻佔了巴克穆特 95%的土地 勝利已經在網的時候 俄軍巴克穆特 南北兩翼撤退 暴露了阿格納部隊的側翼 他們也失去了 俄軍的重炮火力支持 恐怕是俄國國防部長 不想少於鼓 不想阿格納僱傭兵 全取戰功 而搞出的小動作 而阿格納的負責人 普利哥俊 就選擇在社交媒體 曝光這件事 他說 他公開呼籲俄斯國防部 最高領導層 請不要放棄質疑 但他沒有收到回應 普利哥俊這樣一搞 自然就惹你 俄斯總統普京介入 兩天之後 俄軍就回到原位 對阿格納提供炮火支援 阿格納就成功攻佔了巴赫穆特 阿格納的負責兵以小勝多帶來很多教訓 一 按普利哥中的說法 巴赫穆特之戰本來就是一場有針對性的想消滅烏軍有生力量的戰鬥 阿格納完成了任務 接著下來 他們將會陸續撤出陣地 將巴赫穆特交回給俄國各防部的軍隊駐守 巴赫穆特看起來是一個局 要將烏軍的兵力拖進去大量殺傷 減少烏方的兵源 阻礙他們在其他地方的反攻 這個計謀相當成功 第二 阿格納能夠以小勝多 正因為他們是僱傭兵 特別珍惜人命 發展出聰明但不好看的打法 第三 俄方拔調巴赫穆特不等於烏軍的防禦就此瓦解 2014年的頓巴斯停火線就是烏軍第一道防禦 巴赫穆特是第二道防禦 烏軍如今又在西面20公里扣除了第三道防禦 俄軍若繼續推進就會遇到堅強的竹壘地帶 很難長驅直入 但到最後 烏軍想反攻同樣不容易 因為俄軍同樣會捉起深扣居壘 所以俄烏戰爭仍然會膠著地打下去 另外在石楼台的示範評 我會說到中國成為全球汽車出口大國 有外媒就說了 你買的下一輛電動車有三分一機會 其實是中國製造 如果不在美國買電動車 這個機率還會更大 歡迎訂戶去石楼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石楼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楼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楼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楼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楼台 多謝大家